台灣疫情從5月爆發以來 死亡確診數也上升 不過死者相驗 到底是該由衛生局 還是檢警單位來進行引發了爭議 一名台北市的基層員警 就在臉收發了2000字的血淚文 他控訴看不到政府超前部署 只看到甩鍋 沒有外傷 也沒有遺書 唯一幸存的女兒因為發燒 所以後來是送醫快篩 是陽性 但問題來了 三名死者後來是暴情檢查官相驗 結果是第五天才出爐 全部都確診 這一段空窗期 包括當時在場的警銷 還包括不知情的左鄰右舍 是否在身陷染疫的危機 最近一個月來 處死案件增加 只要不是確診或居家檢疫 的死亡案件 幾乎都交由檢察官 匯同法醫相驗 驗出確診機率大增 不但有防疫破口問題 也意外引爆基層遠景的不滿 前兩天 信印分局的偵察隊 還有一名警察 他在臉書上面 寫了一篇文章 引起了外界關注 他裡面寫到 到現在我真的沒有辦法 好好的去聽CDC 現在每天的記者會要說什麼 要公布什麼 因為完全不信任了 你看到的數據不是真的數據 最後再來一個校正回歸就好 這位員警他到底怎麼了 其實簡單說 就是他的轄區 有一位巴巡的老翁 因為在家死亡 懷疑有新冠肺炎的症狀 所以這個警察一到場之後 他就依照程序 通報了1922 通報了衛生單位 可是你知道他們的回覆是什麼 他們不到場不篩檢 所以一切就交給我們警察來處理 所以我們這位警察他很無奈 他只好能報請檢查官來相驗 員警的臉書說到 因為衛生單位沒有來評估快篩 我們完全不知道死者是否因染疫死亡 到了現場 我距離死者僅有三步之遙 跟家屬更是只有一公尺不到 這個是積極度的問題 如果行政大會都認為 像這種沒有確診的狀況 反正等到確診以後我再來疫調 如果你採用這種心態的話 我們基層員警也沒什麼好說的 你把這種死亡後的確診 以疫調來處理就好了 但是到時候誰來疫調 死掉的人會講話嗎 還是叫警察來做疫調 那個死掉不會講話 我去過哪裡不知道 活著的人接觸他過而已對不對 而且疫調是越少介入 準確性越高 我就站在疫調的角度來講的話 你也應該早點派人到 最後 死者還有包括他收編有三個親友 全部都是確診 我們這名警察同仁他很害怕 他很擔心會不會不小心染疫 甚至還波及到家人 所以他擔心害怕到他連家都不趕回 他的心態是認為 這樣子的做法 我們有多少個動要補回來 我們有多少警察像他這麼認真 然後又要自己去住防疫旅館 夠用嗎 如果他不早點發生 將來通通 到時候連警察都不夠用 被隔離光了 這個社會變成什麼樣子 發生在6月7號 內湖一家電視台棚內攝影師 倒臥在廁所猝死 警方到場後 為求慎重 怕男子染疫 通報衛生局 再次遇到沒有人到場檢驗 還跟1922等相關單位互踢皮球 只要1到2個小時 讓民眾通報 警察局跟衛生局 都要一起到現場 到了現場之後 確定他是不是病死之後 才能夠去分流 這次警方在防疫期間 死亡案件的相驗流程 其實早就有制定SOP了 也就是一旦發生事情的時候 其實第一個時間 就要通知衛生單位來到場 只有一個情況 也就是非病死或可疑案件 譬如說他殺的問題 這個時候才要走司法相驗 所以行政相驗跟司法相驗 它最大的不同 就在於行政相驗 它衛生局的人員 可以立刻的安排快篩 PCR檢測24小時就會有結果 但是司法相驗 這時候包括警方 跟那個見識人員 他除了要到場採證之外 他要通知檢察官來相驗 還有法醫來解剖 最後在PCR檢測 整個流程下來 預計要3到5天 所以這個時候 會導致包括警察 保證我們檢察官 法醫 還有死者的家屬 甚至於是殯葬人員 都暴露在高危險的當中 所以這個也是可能是 防疫的破口之一 我除了通報以外 如果通報中心不理我 我沒有別的管道 可以去Follow下面的事情 那後面發生更嚴重的後果 是誰負擔呢 雙北三級警戒以來 台北地檢署 士林地檢署 驗出了27具遺體 染疫新冠肺炎 其中市檢轄區 從5月15號到現在 有6具遺體原本無跡象 竟然有5具確診 包括北投1家3死 電視台員工猝死 以及水流失 比例之高 警察官和法醫 都呼籲指揮中心 死亡案件應該回歸 行政相驗優心原則 並且落實PCR檢測 防堵疫情擴散 也保護到場處置人員 如果你跟陳時中講 陳時中你現在開記者 或外面一群記者 全部都是確診者 看你幹嘛開 懂我意思吧 你們自己命都保不住了 你還報什麼 你還報幕數字給我聽幹什麼 說不定明天就不在了 我說保障人民的前提 是有公務員下去保障他 我連... 我的兵馬都死光光了 我怎麼保障你 我出張嘴巴保障你 是你自己受傷的嗎 你自己受傷 鑰匙要拋到我 我沒有... 我來講這個保障 疫情期間 幾乎最危險的第一線現場 都看得到警方到場 還得承擔受傷或染疫風險 就像援警臉書寫的 CDC超前部署在哪 我看不到 只看得到各種甩鍋 各種鴕鳥 基層援警用2000字血淚文 提醒阿中部長 別讓死亡案件相驗 成為防疫破口